我觉得就是你的事业和你经营你的爱情是两件事的 你即使你独挡一面出来做工作了 不影响你去维护你跟你爱人 继续去想你们俩怎么过日子的事 你的所有环节太想证明你自己了 人家说一句话你就觉得刺到你了 你马上你就说为了面子我要怎样了 你不从你自己这边解决问题 别人随便说一句什么 我跟你讲就是你自个儿创一份事业将来 别人说点啥 你自己的心是虚的 你也会觉得千长挂肚七长八下 你还得让你自己内心强大起来 接下来七位企业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来 祝和你成功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谈前步上感情 有请三位企业家 为你夺身定做的 这是我们现在担任的一个总策划 是九华山池州市 整个一个全面的三农基地来进行电商 来推动当地的共同致富一万家 因为你是做过运营者的 对吧 这个对你来讲只是它是一个门槛而已 那么我们月苗AI呢 现在是在一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我现在给你的这样一个位置呢 就是区域经理 这个工资也是像这个你所要求的一样 一万家 然后这个家呢是根据你的业绩来提成的 我在广州投了一个工厂 我们现在要把它2C通过直播电商 所以我需要可能北京 广州两地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一万家家家我写的啊 就是项目经理 你来负责这个项目 负责它的对接 包括全套的这些流程 包括工业商的匹配对接 好 灭掉一盏灯 考虑好了就出发 就你这回答问题这个劲儿 要向你出发这走路这尽头就好了啊 刚刚说会把广州给灭了 你是为什么灭我 我刚刚就旁边说这肯定灭了 谢谢你这么支持我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两个 好吧 来 我们请徐章和杨石头走上竞产台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好吧 在你选择之前 我跟你给一句话 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曾经给台上的你一个建议 遵从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真的想好了吗 因为你在第一次选择之前 你说你还没有想明白 但是现在一定要想明白 再做决策 好吗 来吧 贾洋洋 在智力方和月苗AI之间 选择一家 你也可以说一声 谢谢再见 离开舞台 谢谢 再见 这个我太不能理解了 我太理解了 太好了 这个结局 可能今天在这个台上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 可能我的这一些好多就 我要阐述的内容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我来到这个台上的一个目的 可能也没有表示清楚 结果 其实我反而对你的结果 我觉得蛮高兴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人内心是有一个答案的 但是它需要肯定 需要在台上有诱惑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那些 我曾经想放弃的东西那么珍贵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 那我最后再说一句话吧 可能这个话也没有讲出来 我感觉比较遗憾 因为我非常喜欢非你莫属 我喜欢非你莫属 已经将近十年了 也让我对这个职场和创业 有得最基本的分析和认识 所以在我以前 还是普通服务员和创业者的时候 我就曾无数次幻想 登上非你莫属的舞台 所以今天我来了 也算是一次圆梦吧 圆梦了 好 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这是我补充知识学习的地方 好 谢谢您 谢谢宅阳阳 感谢您的道理 感谢您的道理 再见